这架飞机还有多少人不认识啊 利比锡P13A 一架二战后期德国人设计出来的 烧煤炭的超音速拦截机了 是的 就是那个烧煤炭的概念最吸引人了 而且关键是吧 它的这台发动机呢 不光烧煤炭 还是个烧煤炭的冲压发动机 简直就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了 那好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它的故事了 它是怎么来的 它能够成功吗 它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1944年 二战接近尾声 此时的德国被两面夹击 苏联正在东边压缩战线 盟军呢 这已经在法国顺利的登陆 逐渐就挺进了法西斯的心脏了 德国人慌了啊 他们就需要更厉害的武器 才能够搬回战局嘛 但是啊 所有的新武器的开发呢 都必须要满足一个前提 那就是总结起来一个字 审 要审材料 因为此时的德国已经失去了 非洲丰富的资源 海上的补给线呢 也被盟军一条条的断掉 最重要的战争物资 石油早就已经见底了 要省技术 因为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年了 剩下的能够生产高水平装备的 设备和工人都已经不多了 还要省人 操作这款武器的人 比如飞行员 你就不能要求他们各个都是王牌嘛 最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飞行员 上手就能操作的 换言之啊 就是这款武器一定要又便宜 又能快速的铺开生产 还要又简单易用 有难度啊 但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亚历山大利比锡 站了出来 他说 哎 其实我早就为今天做好准备了的 你们看 这是一架什么飞机 他说的 当然就是这架P13A啦 它的确就满足了以上 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关键要素啊 首先 它使用的燃料呢 是储量丰富的煤炭 而不是日渐稀缺的石油 其次 它小巧轻便 结构简单 基本上就是让飞行员坐在一个 长了一副三角翼的发动机上而已 你看连座舱都是兼坐垂直尾翼的一部分的 用材少容易造 而且冲压发动机嘛 咱们频道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里面是没啥活动的部件的 也满足了简单这一设计标准了 最后这架飞机所要执行的任务 也是简单到了不行啊 就是利用自己的高速 对准盟军的轰炸机冲过去 最好呢是对着它们的尾巴和翅膀了 能切一架是一架 能把一整个编队全部都切完 那是最好啊 对了 基本上啊 它跟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架 美国人的飞行链具 XP79是一种作战逻辑啊 不靠武器靠自己 撞机速 虽然它也装着两艇小机枪了 这也就解释了啊 为什么P23A的机翼如此之厚了 因为它是专门做了强化的 目的呢 当然是希望在自己报费之前呢 先多报费别人的几架飞机嘛 你看目的单纯 操作要求自然就简单了嘛 又不是要你去跟敌机狗斗 只是要你将机头对准别人就够了 这点不过分吧 可见啊 P23A长得不骗人啊 从里到外传递出来的 都是要了命的简单啊 是的 不过得要看是要谁的命了 这点很遗憾 由于它提出的太晚 到最后甚至都还没有诞生 德军就已经完蛋了 所以它到底是能够废别人 还是废自己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 来理性的分析一下嘛 它的煤炭动力到底靠不靠谱啊 能不能将这副粗壮的具体 推到超音速呢 操作它对准目标 真的就那么容易吗 一个一个来啊 首先烧煤 火车上烧煤不奇怪 轮船上烧煤也不奇怪 但是飞机上烧煤 我咋怎么听 怎么都觉得奇怪呢 好像我们确实从古至今 都没有听说过一架 烧煤的超音速飞机嘛 原因大概是 煤炭是固体 它不能喷射 既然不能喷射 那就无法跟空气均匀的混合 无法均匀混合 就无法高效的燃烧嘛 但是飞机发动机不高效 怎么飞得起来呢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了 能量密度 我们来看这张表 从左到右呢 燃料的能量密度 依次升高 天然气在这里 汽油在这里 柴油在这里 哎 你再看煤炭在哪呢 哎 它在这里啊 倒数第二 就比直接烧柴火要高一点 可见飞机上真的是 能不用它就不用它 但是德国人那会儿不是没有办法了吗 于是想破了脑袋 也要想出办法来用它啊 首先 它们并不是直接用不规则的大块煤炭的 而是将它们模细成为颗粒状 以此来增加燃烧的均匀度 然后呢 对装煤炭粉的容器不断的改进 从起初放在机头进气口后面的一个不动的篮子 逐渐升级到一个沿着垂直轴 每分钟旋转60圈的网状滚筒 就使得它能够为冲压发动机提供足够多的 富含燃料的混合气体了嘛 从而带来更大的推力了 诶 你可千万别以为这部分是纸上谈兵啊 实际上呢 利比锡团队设计的这台燃煤冲压发动机 是获得了地面试测的成功了的 但是它真的就能够把PL3A推上天吗 利比锡没有机会实操呢 实际上未免算是一种幸运啊 因为很多分析都显示难啊 最乐观的估计也是 顶多能够推着PL3A飞到亚音速而已 因为发动机的推力是一部分 它那奇葩的机身造型会是阻碍其超音速的另外一部分了啊 就这肥头大耳的样子也能够超音速 我只能说 那会儿的工程师对空气动力学的理解真的是很肤浅啊 虽然PL3A的模型的确是通过了风动测试 而且还是挺高速的风动测试 并且其全尺寸的滑翔机版本 木制的DM-1呢 也成功的进行了飞行测试 但是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啊 它那浑厚的机身和粗壮的机翼所带来的阻力 是绝跨不了因素这一关的 当然 虽然它自己跨不了因素 但是从此开始的对空气动力学和机身截面方面的研究呢 却为现代的飞机设计打开了一道大门啊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自它开始的飞机进化之路了 PL3A到XF-92A再到YF-102然后是F-102A 在此过程中美国人又从德国人那儿学到了不少了 最后我们要再补充一点啊 幸好PL3A没有真的飞上天空啊 否则飞行员可能根本就hold不住它啊 因为作为一架高速拦截机 它居然没有动力飞行控制装置 这几个多全靠飞行员用自己的手劲去压啊 省钱我是理解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德军飞行员能有几个能够强壮到可以用肌肉去PK气流呢 所以啊 就算只是让他对着敌人的轰炸机笔致的飞过去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嘛 啊 是 是